我們會叫這個世界 我們會叫這個世界 嗨 今天是花養妝課集 那我看到這些養妝就整個心花怒放到不行 今年一定要收集的其中一種Style 就是要花養妝 而且是那種復古花的 我拿到這些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總之現在就來試穿囉 是今天才拿到的 我妹有來找我 她在找我的時候呢 她自己就先拿起了這一件養妝 試穿 完全就是為她量身定做的那種感覺 我看也是覺得哇 也太美了 很復古 不是那麼鮮豔的顏色 就是有一點低調華麗 但是典雅優雅 又是比較特殊不良 而且她這個花拼得超美的 這些洋妝的風格 其實呢 她是有一個品牌的風格 叫做Dimmerman 那一個品牌呢 其實我也非常非常的愛 應該是就是前三名最愛的那一種 這兩年就是突然大紅起來 但是她在那之前 我其實就非常喜歡這個品牌 她的價格確實也是比較偏高 後來呢 就有看到很多類似 Zimmerman這個品牌 風格的洋裝出現 剛剛小金在這一季呢 就帶了一系列 Zimmerman風格的洋裝 然後看到整個新花路綁 就說拜託拜託我要訂 你全部給我 好那我現在就來穿啦 我新買的架子 超喜歡這個架子 因為她就很簡便 很可惜我沒有跟我妹一起試穿 但是我拍她那個試穿的影片 你怎麼一進來就突然穿上我的衣服 因為我看這個包色就很美啊 整個腰身 做我打造的 我不會想到就是這會是 你能穿的 但是我看到就知道是我的衣服了 真的嗎 真的 這個 飲料池 怎麼會這麼適合你啊 通通秀不是不可以 只要有腰身其實都還好 我覺得她穿比我穿還適合就是了 其實她是柔軟布 但是她是 稍微有點後座的布 做得好像有硬挺感 所以呢 她會很修飾身材 那當然啦 就是大胸部的女生 這件就可以穿了 因為我妹妹她就是胸部非常的大 所以她選衣服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很驚艷就是 她的胸部穿這個就是很剛好的感覺 而且她就是整個身材修飾得非常非常美 你想要身修飾得非常漂亮的花洋裝 這件也可以 如果你有小腹的話 會讓你的小腹看起來是平坦的 就這件我覺得真的還蠻美的 復古的花洋裝要找非常好看的真的很不容易 她是有個垂墜度在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就是她整個會飄得很誇張 會看到你的底骨之類的 我穿其實我也會希望她再短一點的感覺 我不會覺得她很長啦 但如果你是追求很優雅 然後復古 然後帶典雅的感覺的話 其實剛那樣長度就可以 那如果想要俏麗一點感覺的話 這件就是要把它修短一點的感覺這樣 因為今年有很多腰包 覺得這個洋裝其實也還蠻適合搭腰包的 夏天嘛要倒了春夏 拿個豬肉包 這類型的洋裝就是 搭很多單品起來也都會很好看的感覺 她鞋子能搭的其實也是很多 比如說有袋子在腳踝的那種 搭你身上有顏色的單品 都會非常的好看 她就是非常的秀身 骨架比較大 或者是稍微有點尾胖 或者是胸部很大的女生 其實這件都OK 再來他們家幾乎都是這種 雪紡紗那種感覺的洋裝 然後她裡面都有附一件這個 你可以拿來單穿 然後搭個西裝外套在外面 會很好看 她這是稍微有點透的 就是透才美啊 透它可以搭的可能性就越多啊 像這種雪紡透的洋裝裡面搭個牛仔長褲 和聲牛仔長褲都會非常非常好看 她裡面附的這一個 我覺得她版型很好欸 比如說會擔心小腹會擔心屁股線條不太好 或是腰身線條不太好的 她整個都有修飾 這個質感非常的好很舒服 小金厲害了你 我車上去就有一種很像吃糖的感覺耶 出自嘗心的甜點的那種 雀雀興奮的感覺耶 細緻的這個流蘇的裝飾 通常她應該就是韓國帶回來的 我很少看到就是有細節這麼美的耶 做油花的那個內搭洋裝啊 就稍微透的時候會看到 比較低胸的 所以她就是也是呼應裡面的那個洋裝 她整套真的很細緻真的很美 但女孩子真好 然後她前面就是稍微就是這樣子弄起來 然後有墜下來這個感覺在這邊 光是這樣子我就很美了 帶一點華麗感就是防止疊疊囉 就是比較優雅 她這個地方是鬆緊帶 我覺得這個S到L的人都可以穿 因為小金有展示 就是她剛身完嘛 有想到就是修飾身材跟 就是比如說孕婦 她的幅度就非常非常的寬大 就不是問題 一直穿到深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怎麼沒有遇到這麼美的化洋裝啊 她這個袖子背後 確實就是那個Zimmerman的那個風格 這邊尖的地方幫你修飾 讓你不要看起來整個人太快 這邊的花 她也都是有那種切割感 有纖細修飾的感覺 Zimmerman會紅起來 其實也是這樣子的風格取向 那我自己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愛 她袖子她有那個鬆緊帶 天氣比較熱的時候有沒有 這樣也很美 穿第二件就不想脫下來咧怎麼辦 後面還好幾件咧 搭起來的感覺 我現在希望我夏天的寶寶港還來 她就是還蠻像的 稍有不同的設計 這有點鵝黃的那種碎花 搭上乾燥玫瑰粉的感覺 讓整個人亮起來 這件的黃就是比較偏米 可可色的那種米色 然後配上這樣的碎花 這都好美喔 怎麼會這樣 趕快穿 內襯的洋裝 她都有可以調整肩帶 細節很多很舒服 這件這樣子在沒有綁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寬大 歐洲風格的那種碎花洋裝 有沒有袖子 這流蘇是有那個復古的裝飾在上面 很美的 當然這是可以綁腰身啊 不然如果說身高不夠的女生 穿起來就可能比較容易像睡衣 或者是懷孕 那當然就是懷孕的女生 穿這件就沒有問題吧 應該因為你看這麼大 懷孕的女人非常非常的美 一定要打扮一下自己好不好 擺動的設計感好美喔 今年也很多 就是在袖子旁邊有很大 比較誇張 和夜邊設計的感覺 然後我一直都愛看 一直很想買 看這種的真的價格都非常高 至少都要兩三萬 我就比較喜歡多變 一件兩三萬的洋裝對我來說 我可能很快就不穿 或是我可能只穿個一兩次 會有點買不下手 那這個的話 我看到這個真的好開心喔 趕快跟你們分享 雖然這邊很多東西 這邊很多東西 但是它還是有幫你注意到 你的肩膀不要就是整個快起來 就是很漂亮這樣落下來的感覺 是透的 在這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整體是有修飾的 女孩子就愛花洋裝阿 我把那邊綁起來看一下感覺 綁起來之後這個和夜邊 整個設計的那個特色感感強 就會有一種娃娃的感覺吧 前掌後掌的感覺 稍微一點點沒有那麼明顯 好像RUYA的感覺 怎麼會這麼美 下一件是灰色系 這灰色配的花也很美 女孩子很愛的那種 花的乾燥色系的感覺 真的是會很耐看的那一種 喜歡喜歡 超寬的 只是剛剛是粉 然後這件是灰的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是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所以才有辦法穿這樣的長度的花洋裝之類的 但是呢 你們就去看賣場 然後去看小金穿的 他穿超美的 他的身高就比較屬於嬌小女生的 從嬌小到高個女生都可以穿 那個透感更明顯 還蠻美的 好最後一件 他就是比較偏杏色感覺的 他配這個紫藤花好美喔 超美的 其實他的那一張洋裝可以拿來當 就是居家睡衣耶 真的很舒服耶 所以等於買一件洋裝 然後就可以有居家的睡衣 然後又有很美的洋裝 妳是不是在默默的買 我看看他的介紹 我看看他的介紹 雖然都是睡花洋裝 但其實他穿起來感覺都不太同 就是會讓你整個身體好像看起來更修長 然後上半身更鮮細的感覺 他這個快度沒有到那麼大 但是就是如果是比較瘦的孕婦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其實也是還蠻有一個寬度的啦 我覺得我上半身好像變得更瘦的感覺 他這邊就是鬆緊帶 比如說比較熱的時候 把它這樣子 這樣也很美 有嗎 斜在盒面邊設計啊 他前後那個感覺真的好美喔 幾乎每一天都愛不釋手啊 用氣質壓死人那種感覺 而且他後面這個位子啊 會有一種翹臀的那種感覺 怎麼會這樣好美喔 你等一下自己試穿 好 然後搭配這個布置 有沒有 這個布置有沒有 有沒有 好啦這些洋裝其實真的也很好搭 我鞋子也是新買的 好在看影片的人呢 你可以說你全部都愛 我知道你會全部都愛 好不好 你是喜歡哪一套 我每一套都愛 你會更想去買那個原本品牌的東西耶 就都會想要 今天屬於新花怒放式衣間 就是女孩子會特愛的那種系列 男生是不是會很喜歡我是不知道啦 我問我老公一下 喔他用第一套很美是不是 第一套是屬於比較和聲的啊 我覺得那個是男生會喜歡啊 之後就是 就是經驗都是學方 我覺得男生可能覺得 看起來是一樣的東西 怎樣 你覺得這件怎樣 我覺得適合高的人穿 矮的也可以的 但是 你穿起來是蠻美的 他就是修飾上半身啊 看起來很瘦啊 這個綁帶拿掉 就是高的人穿 就沒辦法修飾 對啊 要綁著才有辦法修飾 我只是問你男生喜不喜歡 就是這類的 你穿我都喜歡 我不知道男生是否喜歡的 你有毛病喔 好 OK 喜歡啊 就是有飄逸感還是有飄逸感 灰色不好看還是土色比較好看 所以這對你來說是土色是不是 這是杏色 喔好啦 反正露色 露色 超一樣的 是喜歡灰色還是喜歡杏色 手邊的顏色比較漂亮 所以男生這邊比較亮 但這件顏色是比較穩重 比較穩重 這是比較穩重 這是女生會喜歡 香香你喜歡哪個顏色 我喜歡媽媽拿的 很喜歡媽媽拿的 你喜歡灰色喔 好 那你去穿 你去穿 你去穿 我看一下 好 把那綁帶拿這樣 衣服也可以穿 男生還是會看顏色 他不知道是不是 講真的會喜歡這種兩種 總之我還滿意 因為香香會喜歡灰色就是了 我是覺得就是這類的 就是女生會很喜歡 可是男生就是看感覺 就這樣子囉 那反正就是我自己穿開心就好啦 沒有 你穿這顏色比較好看 你覺得我穿這顏色比較好看 但你剛沒看到我穿灰色阿 我剛有感覺到 你剛有感覺到是怎麼回事阿 你是一個陽光女孩 陽光女孩 我們用那個陽光吧 但是我確實非常喜歡這間的那個 很棒 我還想來吃飯 你這樣囉 好